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我是三斤 今天想推荐给大家一部叫做我太受欢迎了怎么办的动画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让三斤不禁有种 啊苍天啊让我也有这种烦恼吧我愿意的极度羞耻的幻想 所以当时我带着心中二十多年来迟迟不肯熄灭的 因为玛丽苏的小火花点进了这部动画 看完后才发现她其实讲的是一个胖妹突然抱手逆袭后 被校园F4同时追求和她去因自己的扶女之心为此苦恼不已的故事 花一是个体臃肿的身材和扶女的内心与一身的女孩 平日里最喜欢的事就是看帅哥之间的互动 再默默给他们配对脑补剧情 这简直就是支撑我而不是是花一人生路上的动力和意义啊 如果说腐是一种病的话那花一应该就是病入膏肓没得救的程度了 比如说校园F4就是她每天去上学的动力 这F4分别是适合女装四只工体育剑将五十兰 温柔绅士六剑和轻浮少年七党 而花一就是自身的五七党 这天体育课花一被七党的派袖砸到 当场晕倒送到了卫生室 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被填晕的还是被砸晕的 可即便都躺到了病床上 她还是要对伤坚持和小伙伴一起可CP 而后花一休息好便回到了班级 五十兰即使带着七党来向花一道歉 即便七党道歉的态度非常不屑 花也不生气 因为科堂高于一切 可她万万没想到当晚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七党乃至所有人对她的态度 这件事就是她喜欢的二次元角色被编剧给挟死了 悲痛不遇的她直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七天七夜 不吃不喝也不上学 妈妈为此焦急不已 等她的哥哥拆开门后惊讶地发现 曾经那个她无比嫌弃的肥猪妹妹 竟然变成了一个如此清纯可爱 颜值炸裂的美少女 可别说是家人了 就连花一本人也没想到 照镜子时还以为镜子上贴了一张美女的海报 到了学校后 花一更是被当成了新来的美女转校生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直到她来到班级跟好友打过招呼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她是花一 曾经不屑于跟她道歉的祈祷 如今看了她也是害羞地红了脸 不过为了保住面子 祈祷还是调侃了花一一句 花一瞬间流下了眼泪 并不是因为祈祷的调侃 而是因为 祈祷跟她最喜欢的二次元角色超像呀 而后她的校园生活 以美貌的加持 瞬间就像开了挂一般 无比的通畅 四五六七全部爱上她 放学后 四个人为了争夺 能跟花一约会的机会 谁都不让谁 结果最后就变成了 五个人要一起去看电影的集体约会 复约之前 花一特意去好友那儿 借来了一套小马的衣服 并且在好友的建议下 花一决定 约会时会尽量隐藏自己的宅夫属性 毕竟找一个帅哥男朋友 来治愈自己 失去二次元最爱角色的伤痛 也不错嘛 约会当天 四个帅哥站成一排等待花一 这一幕令路人驻足 花一更是躲在一旁口水滞流 完全不想加入 破坏着美好的画面 看电影的过程中 最让花一激动的 也不是无聊的电影情节 而是祈祷因发困 靠在五十蓝肩上的瞬间 对花一来说 电影结束后才是正片呀 四五六七之间的互动 简直不要太甜 这种糖分过剩的感觉 简直就像是泡在蜜罐里 而且一道素分泌严重不足 尽管如此 花一也十分努力的在克制自己 然而万万没想到 他最后竟然输在了 新定款的动漫周边身上 跟周边比起来 男人真的不算什么 詹属性彻底暴露后 花一决定坦白 本以为这样的自己会遭到嫌弃 所以花一打算跟大家告别后就独自离开 可没想到 六剑站出来说 他并没有觉得花一哪里奇怪 相反 有自己的爱好是好事 他们都喜欢听到收买周边的消息时 眼睛里放光的花一 后续的剧情呢 三斤就不过多剧透了 总之三斤觉得这部动画非常适合下分 之前错过或是没看过的小可爱们 可以看起来了哟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